Hello 大家好 我是Yan 这两棵花是在今年的6月尾买的 买回来时它已经有一半的花枕开了 相同的品种 它的花很漂亮 是大唇的 主要是黄色 但是现在我电话拍出来的黄色相对比较淡 后面的这几朵花 就在我手上之后 它再删出来的花枕开的 现在都还有花枕 那6月尾买的蝴蝶蓝到现在10月 都三个多月 是不是? 三个多月的花期 通常一颗蝴蝶蓝 它总的开花期 大概都是三四个月 但是我这颗花 它现在没有丢借的迹象 而且我买回来的时候 它已经是有 至少四颗花是开了的 那么现在还有花枕在 即是说它的花期 计前计后 大约可以支撑到五个月 我相信是没问题 那现在这个暂时 没有看到有花枕继续生 但是在我手上 它也多生了几个花枕 很明显大家看到 后面这几个花是密很多的 比之前那些花是密很多的 而且颜色上也很不同 那本身它就花开得越久 颜色就漸进 漸变 越来越淡 现在在银幕上面 即是在电话里面看到的 这朵花的颜色 就等同是我在肉眼上面 看后面那些花的颜色 所以颜色上面是有一段分别 我今天最想跟大家讲的 就是用事实去证明 用冷冻炉灰来给你开花的蝴蝶蓝 不单止没有伤害到它们 而且还可以令到它们的花期延长 颜色更加严厉 延续它们的花期 开了有十多朵花的情况下 它都还继续生花 看下 这三朵开了的花 都是在我手上 再继续生花出来的 继续生花出来的 这样的成绩 我觉得非常之好 冷冻炉灰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用炉灰 我将它放在硬柜 即冰柜 冰柜 冰它一个月 等它进行一个冷发酵的过程 这个冷发酵的过程 它们的炉灰里面的营养 就经过这个滥发酵去转变成更加丰富 更加容易被植物吸收的很多营养物质 鹿茴本身都含有很多种十几种氨基酸 也都有很多种植物需要的营养 所以鹿茴是比较全面的一个护理 蓝花的一个非常好的帮手 而且它纯天然 用手去摸到它也是没问题 因为鹿茴本身就有润敷的作用 之前我也有用新鲜的鹿茴去处理 但是我经过一段时间里面去看别人的片子 然后再自己亲身去经历去接触 用一个冷冻鹿茴的方法来处理你的蓝花 效果更加好 那鹿茴放在冰柜一个月之后 你就可以拿出来用 那如果你方便用的话 就应该放在冰柜之前就将它切开一段段 那你拿出来呢 你就可以独立 要用多少就拿多少 然后放在室温里 让它慢慢慢慢溶雪 那你就会有些 你就会得到一些它溶雪之后的液体 你就可以用来处理你的蓝花 包括它没有流出来的液体 就是那些芦茴的啤梨 那些啤梨呢 它未必可以化完水流出来 那你也可以用方法拿来用 通常怎样用呢 本身我自己种了一棵芦茴 种了两棵芦茴 也有很多蓝花 那我就譬如 今天要处理这两棵蓝花 那我拿一块出来就够了 将它放在室温里 让它慢慢溶雪 那我就将它 本身流出来的液体 我就将它点了在那个 这个叶芯里 这个生长点里 四五滴就可以了 这棵花我都有这样处理过 另外剩下的那些 你再拿不到它的汁液了 那芦茴本身 还有少少营养在那里 你还用一杯热水 就是你普通饮水的那些杯 倒了下去 浸它半天 浸半天得出来的水 你就直接可以隔了渣 来噴它们的叶 底面都噴 看看 现在这些一粒粒的 就是噴过芦茴 剩下的一些汁 没什么所谓 也不是杀虫水 各方面 最主要就是对人畜无害 随时你要观赏它的 摸摸它的叶 各方面 你都放心 现在两棵花它们的状况 都非常好 包括它们的叶 每一棵叶都是不停的 花也都是一直一直延终 来继续这样生花 那我这两棵花呢 它的形状就很整齐很漂亮 最主要原因就是 这边是向光的 我把它放在同一个位置 一直都是放在同一个位置 那你的花就会开得很整齐 那买回来之后呢 我就做了一样东西 将它的盆 锁了一孔 那现在都看到 它有新的根在那里 在那里 将它的盆 锁多一点 在那里 让它可以令到 那些根 可以有充足的空气流通 另外呢 我就将它面上的那些树皮 拿走之后 拿走部分之后 我就掀走了它那块海面 那块培植土 掀走了之后呢 我就用水 疯狂地冲洗它这个植料 那你会见到 有很多细碎的那些植料 冲了出来的 那就是最好的一个成果 最主要目的就是 冲走了它很多细碎的树皮 同时 可以将它 有可能存在 在植料里面的那些细菌 蟲卵 那些都冲走了 冲乾淨了之后 你就 顺便也都洗一下叶 就是刚刚买回来的时候 冲乾淨了之后 你就不要放进套盆子 将那棵花放在通风 有散射光的地方 等它可以令到 那棵花的植料 快点干 这样重复两三次 就是每次需要淋水的时候 你就是这样冲它的植料 冲它的植料 那里面就洗得很干净的了 所以早期的时候 可能这棵花的头 那里 不是有太多植料 到你洗洗几次 觉得里面感觉很干净了 然后你就将 你新的植料 薯皮 填充在 那个 那个 根的旁边 让它有 充足的安全感 而且也可以巩固 那棵花 是相当好的做法 那现在看到这棵花的头部 那头的位置 是不是看到好像有些脏糊糊 那样 因为我曾经用冷冻的芦苇 它溶了雪之后 直接塗上它的头部 那个颈部 所以是可以令到它们很健康 有充足的营养 至于其他的花肥呢 我就没有用的了 海藻液呢 都可以保留继续用 如果你们用开酵素的 也都可以继续用 但是可以补充了 这个冷冻奴会 下去种你的蓝花 那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 我想用纯天然的产品 来种我的蓝花 那 因为我又没有弄开酵素的 我就有 海藻液 海藻液都是纯天然的嘛 那我都会继续留下 久时久有空可以用来浸一下盆来用 就是浸它的植料 那 那奴会是主要的 提供营养给它们的产品 所以 如果你家里有蓝花的话呢 你另外种一盆奴会 也都无防 方便自己用 另外的话 奴会也都可以 淨化空气 那 那 所以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那 那 现在这两棵 胡蝶兰呢 它们 很整齐 很漂亮的 放在那里 几个月了 我相信 至少到 过多一个半月 是绝对没问题了 那最新开的 那当然又可以放得久一点 所以 到到它花旗的完结 我相信 都起码 还有两个月的时间 很满意的一个 种植方式 和互理方式 那好吧 那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内容 就这么多 遲些我可能会拍一个片 纯粹是处理奴会 如何去冷冻奴会 有兴趣的朋友呢 就 留意下我的视频 未订阅的朋友呢 欢迎你订阅我的视频 也都很多谢你的收看 多谢你的支持 拜拜 谢谢大家